今天要教大家怎么弹出 尔洛斯学派中这种厚重华丽的和弦 很多同学觉得手一定要很大 虽然拉赫马尼诺夫有一双大手 但是像斯克利亚兵其实就是一双小手 所以最重要的还是练习的方法 好一共有一个练习五个步骤 这个练习呢 大指在兜 第二指在降咪 第三指在升发 第四指在拉 第五指在高八度的兜 好我们第一个步骤呢 先把这个大指按住 这个时候呢 手大的可以按在外侧 手小的可以往里面推 好那剩下四个手指头呢 我们记得这个原则 就是先把这个外侧的这些音开始弹 所以这个是二五指先弹 手腕放松 掌关节支撑好 反复八次 完了之后再把三四指加上去 变成这样子 好反复八次 好第二个步骤呢 我们把这个第二指按住 变成其他的四个手指头一起弹 如果觉得很难 一样可以先做这个外侧的练习 也就是说先弹 大指跟五指 反复八次 再把剩下的三四指加上去 好第三个步骤 我们换成第三指按住 那一样也可以先从外侧的手指开始练习 等熟悉了再把其他的十字一起放下去 好第四个步骤 无名指 无名指一定要记得要按住 所以要用另外一只手指头去检查它 最后一个步骤 就是把小指按住 剩下的四个手指头 好这个练习五个步骤都练完呢 就可以掌握这种厚重华丽的和弦